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怎樣去評估一些商店的價值 其實之前我們和一些大的零售店 即是那些飲食集團 賣漢堡包或者是做快餐那些 他們去評估租不租那個店 他們會有些科學的研究在那裏 他們會找人在不動時段 行日的早午晚 找人按個stopwatch 按究竟有多少人走過那個店 假日又是 他們會計算到行人的流量 他們知道流量的時候 他們就會做一個評估 就是去估計有多少人進去他的店 譬如一百個人裏面走過 可能有十個人走去他的店 然後又計算那一區的消費 每一個消費的大概的花費是多少錢 就知道他整天會有多少收入 有多少收入的時候 他會計算到他應該要付多少租金 才會有利潤 這個就是以前一些連鎖店經常做的做法 同樣地再放大一點 如果我們是去建一個商場 我們都會是這樣 我們會看究竟那個商場 究竟服侍的是多少的人口 在那個區有多少人口 多少人會過來這裏 跟著有沒有外來的人口 非本區的居民會來呢 如果有些服侍民生的店 那就容易計算一些 因為你只是服侍附近的人已經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一個比較流動一點的 可能是一個商業區 或者是一個旅遊區的時候 這個就比較難度高一點 還有他都會受那個周邊環境的經濟影響 就相對夠大 所以為什麼民生的店的店影響 不及那些街店或者是旅遊旺區的店 那麼受影響呢 就因為他們的客源是比較穩定 那這些就是評估那個商店的價值 或者是一個商場 他們要定的租金的價值 今時今日因為有些不同 就是為什麼呢 現在有很多的 其實線下的那些就是流量 以前買東西通常是經過實體 經過街鋪 給街鋪的廚裝、廚飾吸引了進去看 但是今時今日有一些叫做線上的商鋪的時候 將一些流量由線下帶到線上 令到商鋪的價值就減少了 因為每一個人 譬如收入是五萬元的工資 可以支配的洗費是只有三萬元 那三萬元裡面 以前全部都是線下的去洗的 今時今日可能在香港有兩成 扯了上去線上的時候 那線下只剩下二萬四元去洗的時候 那令到那個店舖就給不到這麼高的租金 令到那個價值或者租值降低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線上的消費 會影響到線下的鋪的租金價值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有競爭對手在這裡 今天想說的 如何去評估一個鋪位 或者是一個商場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